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凱,歡迎來到我的遊戲頻道 在今天我們要一口氣讀完貝莉亞的所有資訊 必須老實講,我看完本週的GNN,有一點點小小的失望 因為我們貝莉亞並沒有幫到超人隊 而是她自己建立起一個她自己的王國 所以我覺得她很可惜的是,既然都出到了最後 居然沒有跟超人有一個血量上面的加成 至少跟歐步也好,但她就沒有做 所以我覺得這張卡片 當隊長就是比較娛樂 當隊員,如果你有秦始皇,你有撒旦 我覺得你就可以刷,她真的是暗隊一個非常非常深的隊員 那麼,接著為大家介紹貝莉亞的主動技能 她是史上最短的變身卡片 CD3就可以發動變身了 不過,通常情況下你是沒有辦法變身的 因為她變身條件非常非常嚴苛 你必須場面上面要有14顆暗珠 所以這張卡片,你勢必得要搭配其他轉暗珠的角色 那麼,接著就為大家介紹CD3可以轉出大量暗珠的卡片 第一張是我們的暗BB,CD3可以發動 而且她有機會再次發動 有蠻大機率可以轉出6顆以上的暗珠的 好,再來第二個是我們向日葵 這個就沒有辦法再次發動了 她只能轉4-7顆 而且她主要是給暗龍族去做使用的 所以這張卡片就比較不推薦跟貝莉亞去做一個搭配 再來是我們邪龍 邪龍她也是可以有再次的機會發動 所以其實跟BB的特性也蠻像的 那一樣是CD3 還有優格圖,她在前解之後 也是CD3可以再次的跳起來 那目前CD3可以轉出暗珠的角色中 CP值最高的是優格圖 當你在血壓蠻的時候 她有機會再跳起來 所以她最多可以轉出10顆暗珠 可以說是轉出暗珠最大量最好用的角色 不過其實這些角色都非常的尷尬 因為他們雖然CD3有跟貝莉亞去做搭配 但他們都沒有辦法準確的轉出14顆暗珠 所以我覺得最有效益的搭法是搭配藍絲洛特 尤其藍絲洛特搭配秦始皇特別好用 她可以CD5將水珠轉成暗珠 並且搭配秦始皇的隊伍技能 天杖的暗強化珠 在下一個回合就有機會整版的暗珠 在這個時候再搭配貝莉亞就可以完美變身了 好那我們接著回來看 當你的版面有14顆暗珠的時候 你就可以發動變身 在變身的當下你可以把整版給炸掉 你可以解整版鎖定電擊珠子都可以 甚至還會給你整版的強化珠 如果你運氣夠好的話 是可以直接解無數強化盾的 在一回合之內有整版檢舉暗輻射效果 並且combo數增加物 所以無論是結版以及增傷 這張卡片在變身的時候 就可以給你非常非常多了 所以真的是暗對一張非常非常神的一張卡片 不過還沒玩 她還有變身後的技能 在變身之後走EP字 那技衣會消耗6EP 她會將場面上面的暗珠變成暗強化魔珠膚石 並且在一回合之內 自身不會發動的攻擊 其他暗屬性成員會以兩倍的攻擊力最大一次 換句話說 就是其他暗隊自身三倍的增傷幅度 所以開技衣的增傷幅度非常非常的高 尤其是在對侵略者的隊員 如果你是侵略者的話 就等於自身的增傷幅度為5倍 超級誇張的一個增傷幅度 更扯的是 技衣可以搭配技衣去做使用 如果我們開上技衣再搭配技衣的話 技衣就是自身攻擊力10倍 那我們再扣回剛剛那一點 如果貝利亞她是侵略者系列的話 她就會追打自身4倍 等於是50倍的借王增傷幅度 所以怎麼樣來看 技衣搭配技衣都是非常非常厲害的增傷 不過缺點就是 自己是沒有辦法同時開上技衣跟技衣的 所以這張卡片會非常推薦大家練兩張的複製人 可以一起開去做搭配使用 那麼接著我們來聊聊貝利亞當作隊長的表現 雙隊長最高576倍的誇張倍率 傷害方面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不過由於隊伍沒有兼具服食的效果 所以整隊不建議組雜射隊 建議以暗屬性為主的配置 那本身隊伍在血量方面以及回復方面 並沒有太多的琢磨 所以血量跟回復算是本隊的缺點 她主要是靠減傷來撐起整隊的虛血量 並且玩這隊的限制非常非常大 必須消除兩組以上的六粒服食 才能吃到最高的倍率 那如果你只有消除一組六粒服食的話 也只會額外增傷三倍 這個差單邊就差了兩倍 這個整體就差了四倍的倍率 差了非常非常多 所以這隊在消除版面上面有非常非常大的限制 這邊有一件比較值得探討的是 她這邊寫消除一組六粒以上的服食 並沒有標注是首消 所以天降應該也算在內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搭配暗屬性的天貓 她會給你一大坨的天降暗珠 所以天貓的主動技能應該有辦法 協助貝莉亞達成她的最大隊長倍率 並且貝莉亞她在變身後的主動技能的G2 其實就可以幫你轉出12顆的暗珠 也就可以到達最大倍率了 所以其實貝莉亞的最大倍率 可以靠一些主動技能來去輔助她達成 貝莉亞還有額外的隊伍技能 是個侵略者有額外的Savis 如果貝莉亞當作雙隊長 隊員放下侵略者系列 她會跟隨貝莉亞的攻擊 那我貝莉亞本身是魔族 所以攻擊力高 這是無庸置疑 所以傷害沒有問題 在生命力回復力會有額外的加成 所以貝莉亞隊似乎看起來帶侵略者系列會比較好 但殊不知侵略者系列很少很少暗屬性的 像之前的地獄集 激盾就是火屬性 邪神水屬性 大蛇火屬性 哥莫拉火屬性 巴魯坦星人水屬性 金苦橋光屬性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暗屬性真的非常非常少 唯一有的一張叫做無幻魔人 老實講這張是跟貝莉亞最搭的一張了 所以你真的要玩貝莉亞隊伍的話 第一個推薦的隊員是無幻魔人 其他的侵略者系列 建議就是拿來做輔助用的 像是巴魯坦星人他就可以直接控場 哥莫拉解鎖 超大的魔王獸可以排珠 邪神也可以控場 所以侵略者系列除了無幻魔人 大部分都是走輔助類型的 所以貝莉亞隊最矛盾的就在這邊 不帶侵略者系列好像整體血量又不夠 可是你帶著侵略者系列好像又沒什麼用 所以才會說貝莉亞是娛樂隊為主 他本身的主隊限制還蠻大的 貝莉亞還有一個剛才沒提到的隊伍技能 歐布的暗藥型態 如果你在貝莉亞的右邊放下歐布 歐布就會變成暗藥型態 然後其他的主動技能會發生變動 CD7會將234橫行變成光暗星 那這個就可以直接達成貝莉亞當作隊長 到達最大被遇的消除條件 並且如果你任意消除三橫行的說服時 就會有三倍的增傷 這個型態主要是貝莉亞當作隊長 非常非常實用 他可以搭配貝莉亞的變身後的G2 轉出整版的固定版面 不過這個型態你也可以跟貝莉亞一起 放進其他的暗隊裡面作為組合搭配 藉15暗珠盾非常非常的實用 最後要為大家介紹貝莉亞作為雙隊長的實戰影片 第一個重點在進場之前他的血量是13000 在進場之後增加到了22000 但也不是非常多的一個血量 還有另外一個重點是他的回血能力 這邊我們消除了四組福石一組新珠 好這邊只回到了9000多 所以他的回復能力算是中間而已 並沒有到太突出 不過這邊也可以看到這隊的增傷是非常非常誇張的 聽到這邊我們只開了無幻魔人 並且他還沒有跌到最大的倍率 這邊我們單開這一張 並且手轉到了4combo 那麼在這邊就打出了重傷破億的傷害 只要一招就破億 所以這隊的傷害真的非常非常誇張 並且在王冠這邊我們展示了貝莉亞的主動技能 他是變身並且帶有非常非常多的效果 這邊有個大重點 我們要來看他開下變身的當下 站左上方有幾格 好那這邊我們直接看一下 這邊只佔了一格 雖然說他非常多的效果 不過他只佔了一格效果 好那這邊變身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終極大爆發的傷害 好這邊我們還補上了一個歐布 來讓整版變成固定的版面 好胸爆型態使一個借王拳給他灌下去 來看一下最終的傷害 這邊總數來到了11combo的天降 來到了總傷 470億 非常非常扯的一個極限傷害 貝莉亞當作雙隊長的傷害是絕對OK及格的 不過他的血量以及回復力 才是大家玩這隊最需要注意的事情 那麼最後幫大家上一個懶人包 貝莉亞作為雙隊長是可行的 傷害是OK 不過比較偏娛樂的玩法 畢竟整隊的血量以及回復力 有明顯的不足 你有玩暗隊 你有玩秦皇 你一定要刷他 他是一張非常非常實用的隊員卡 好那麼以上 就是關於貝莉亞的所有所有影片 如果你還想要看到更多的影片的話 下週四的GNN一樣會有這個系列 別忘了按下你的訂閱鈕 以及關鍵小鈴鐺 下次一有新的一口氣 說完GNN就會第一時間的通知你 那我是雙凱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再來為大家介紹更多的情報 首先這次打增三成就 可以入手全新的龍科 這個龍科我覺得不一定要入手 如果真的成就太G8的話 沒有他其實也沒有太大的差別 但是他當然是一個很好用的功能型龍科 他最主要的功能是迴避光屬性的攻擊 這個在作球盾來講很非常非常好用 而且他本身這個龍科是沒有限種族以及屬性的 所以是每一個成員都可以去做使用 不過他比較偏暗屬的用法 他會幫你轉出檔案的暗珠 並且會減暗屬性成員的CD2 當然那種偏暗隊的雜色隊也是可以用這顆龍科 所以這顆龍科如果成就不難解的話 還是非常推薦入手的一個龍科 並且如果你登錄的話 就會送歐布的專屬紀錄背景 這邊有寫從8月19到8月25登錄就會送了 所以不用達成任何東西 你只要登錄神魔之塔就會送你 那麼再來是這次的夢魘集 比較特別他會開放一個極惡難度 簡單來講就是超越夢魘集的難度 並且消耗5點體力就可以挑戰囉 那不知道有多難到時候開就會知道了 那你通關這個關卡首次通關可以獲得貝莉亞一隻 並且要使30把還有貝莉亞的個人記錄背景 所以追求刺激的朋友就可以挑戰這個難度 那再來就是這次的夢魘集 王冠似乎是做球給光隊 因為這邊寫非光攻擊零化 所以很像是盤古的那個地獄集 用光隊會比較好打 所以這一次如果有什麼光屬性的好用成員 都先注意一下 好那麼以上就是更多的GNN分析啦